小苏打最大的功效不是除煤 有四个妙用 你一定要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啾啾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小苏打粉是我们生活中 很方便又无毒的清洁必须利器 我们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小苏打就是碳酸晶钠 它是弱碱性的 而且可以自然分解 而且无毒性还不刺激皮肤 对我们的环境是非常的友善 而且市售的小苏打粉 可以分为实用跟工业用的 两者有一点点的不同 若是要清洁砧板 会接触到食物的物品 或使用来清洗蔬果农药 就需要用实用的小苏打粉 工业用的就很便宜 可以大量用于洗刷瓷砖 还有洗衣等等的用途 那很多人就会问说 小苏打可以去煤斑吗 网路有很多小苏打粉 可以去除煤斑的说法 但事实上 小苏打清洁力是比较有限的 如果想用小苏打去煤斑呢 就对不起有一点点难 但是小苏打呢 用于瓷砖表面浅层的煤菌 这个就很可以 因为它是借由摩擦力来去除的 小苏打虽然比较难以去除煤斑 但是有些妙招可以让人远离 会直接威胁健康的煤菌 细菌以及农药 到底是哪些呢 我们来讨论 好第一个就是我们厨房里的沾板还有抹布 保鲜核条都是非常容易发霉的 如果平常可以用小苏打来进行简单的清洁动作 可以预防霉菌还有细菌的滋生 清洁砧板的做法就是把小苏打和盐 1比1的比例 再加一点水调成膏状 然后再搭配海绵或者是丝瓜布来清洗这个砧板 但是这个方法适合平常清洁用 如果您的沾板已经发黑发黄呢 小苏打就没有办法让它回复到原先的样子 这个要注意 保鲜盒的胶条我们刚刚讲到 有时候我们看到黑黑的对不对 影响我们的健康 怎么做呢 用1比1用盐跟小苏打1比1调成膏状 然后再清洗干净 最好每次使用完保鲜盒就拿出来清洁 如果您的胶条已经有没斑的话呢 比如说黑黑的 我们就会建议您还是更换好了 还有就是厨房的抹布 怎么用呢 抹布用洗碗精来搓洗之后呢 泡到加了盐和小苏打水浸泡 可以进一步除臭以及杀菌 因为我们厨房的抹布用来擦拭这个油渍啊 最好用洗碗精先去去掉油渍 再用小苏打来清洁 那洗好之后呢 我会建议放到洗衣间或者是有阳台 有光线的地方晾干 不要放在厨房阴干 否则容易有明显的臭味 这一点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那第二个呢 小苏打可以做的就是洗衣机内部 洗衣机内部是一个长期受潮 又会长污纳垢的环境 容易滋生细菌还有黴菌 所以呢 其实专家就说 市售的洗衣草清洁剂效果很好 胜过单用小苏打粉 但是小苏打可以作为日常的定期保养 要怎么做呢 你可以打开洗衣机的这个 草洗净的功能 然后倒入烘焙用量的杯 比如说半杯到一杯的小苏打粉 这样就可以了 那第三个呢 就是穿过的衣服会吸附我们的皮脂汗水还有脏污 如果没有清洗干净的话 就会形成有点难闻的气味 如果呢 又遇上连续下雨的天气 高湿环境同样会让我们的衣服飘出一点湿湿的臭味 那发臭的衣服呢 就容易藏聚呢 还可能会引起皮肤过敏 所以小苏打呢 有可以除臭的作用 加上它的碱性 可以中和汗水的酸性 可以除掉衣服的异味 到底要怎么做呢 就是洗衣服的时候呢 除了加洗衣精或者是洗衣粉 你可以再倒入一点点的小苏打粉 如果您是用满水味 可以倒入一杯两杯米的小苏打粉 那建议的做法呢 还有第二种就是换下衣服 如果啊 大家没有打算洗 有时候我们会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 清洗一次衣服的话 你可以在洗衣篮里面 撒上一点小苏打粉 然后跟衣服稍微混合一下 放几天这个衣服也不会发臭 第四种就是 酸碱中和可以洗去残留的农药 我觉得大家现在真的是有点害怕 这种农药 化学农药 慢水流洗掉农药的方式是非常好的 但是小苏打哦 可以加速农药的分解 适用于表皮比较脆弱的蔬果 像是草莓 大家不妨试试看 那很多人会觉得 小苏打粉很安全啊 用小苏打粉清洁之后就随便 哎呀冲一冲就好了 结果我们会留下一些 白白的小苏打的颗粒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 小苏打粉虽然是天然无毒 但是也不能忽略该有的清洗动作 那如果您知道有哪些 小苏打的妙用呢 欢迎留言给我们 分享你的小妙招 好的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哦 别忘了离现前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